在這機遇面前 希望面前 好好地鍛煉 歲月留身邊 始終不忘順滅 我記得去去年的年中 有一次少奇就打給我 我們不如寫一首25周年的主題曲 一起香港回歸 我覺得好啊 很有意義啊 這件事很開心 那時夏天去北京是非常熱的 三十多度 陽光很好 天氣很好 我就在想 不如我藍天吧 像一家人一樣 很團結去擁抱著大家向前 這個感覺就好了 所以我那時就用了擁抱藍天這個概念去寫這首歌 我都覺得很需要一種力量 一直向前的感覺 後來我都會把一個雷編曲上 我會用多了一些搖滾的元素 把整個氣勢磅磅去做出來 我希望透過很多歌手去唱出和帶出很多正能量 去鼓勵我們的香港朋友 所以這首歌的製作都挺龐大的 有很多很厲害的樂手參與這首歌的製作 這首歌的意義就非常之重大 對於我來說 我希望可以寫一首歌 可以感染到很多香港朋友 帶到很多香港朋友正能量 還有提醒大家香港的拼搏清晨 其實我在北京都一年多留了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很不同的 文化上背景都很不同 希望這首歌除了給我們香港朋友之外 也希望讓內地的人都感受到 我們香港人的努力 其實跟本地很多內地的人都一樣 對我來說和之前做的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內地反而覺得是沒有什麼框架的 因為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 還有選擇都很多 機會都很多 對我來說是創作人 作為一個創作人是一個補助 作為香港人 如果不要說只是音樂 我相信音樂行也是 如果來內地發展的話 其實首先我覺得先適應了 或者先了解這邊的生活 北京有一句話叫接地氣 就是要落地的東西 所以音樂也一樣